来第16题 OK来存档了 标志的图层会出32的位元 透明 并且视为标志 方便插到网页里头 所以从网页出去是这一个 转存储存为网页用 然后进来之后 你要记得你选的是标志 就是你图层要写对 那因为预设图层在这 你该要检查一下图层 有没有选错人 然后进来之后再来这边 预设集这里可以去改变它的解析度 所以我们是 它是题目上头是PNG 我们那天有讲 因为我们找不到32这个 那这个有跟原厂反应了 所以我们现在全部都先同意用24 然后透明跟命名为标志 所以这里的话你就选24 然后透明度要勾起来 然后储存叫标志 存档的时候它预设跑出来的 画面是哪一个 不管它路径不要改 直接储存就可以了 确定 这样OK吗 好所以再注意一下 下行直接储存就好 好下一题 好这一个是图片的处理这一个 预设集的 好所以594跟446 来第17个 好那进来之后 我们到上头的影像 那影像的尺寸 好这边的话 后面先把它改成像素 594 好然后再来呢 下面的取样方法要改成 还回增值法跟锐利的这个选项 所以下面请你把它改成 还回增值法跟锐利这一个 好然后再来呢 要把它存起来 所以这边有个储存预设集 叫做目录 好储存 这样就可以了 好 OK吗 那里 哦锁定 对对对陷阱 陷阱 这个这个这个 好 我先把它删掉 来这里 所以不错 回家有练书哦 好 来 就是594 446 好 所以594 446 好 又跑掉了对不对 等于就点它 594 所以记得哦 594 594 446 好 然后 还回增值法 这个 然后向这边来 存档 储存 好 这样目录 OK 储存 好 那取下就可以了 它已经存起来了 没问题 好 所以是预设集的做法 好 那这一题也很少用 所以给它背一下 好 再来是打字题咯 然后打字题的话 是要在标志的 白色下方的白色的位置 输入一个 相片版权声明 那这个字的话 记得要一模一样 然后字型就是 使用一下字型 就是预设 不要理它 那个翻译真的是 有时候 那个 翻过来真的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就预设就好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18题 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截图 所以解析图很糊 忍耐一下 好 那我们要的是 打字嘛 所以 不好意思 我可以偷懒一下吗 也不行 考试不能复制题目 然后记得字 这边会有一个空格 所以你就记得 T 然后点一下下方的位置 不管字大小 长相如何 通通不要管 然后也不要管颜色 或什么的 你就把它打上去 填上去就好了 等一下应该要看得到 所以我的 对图层在下面 OK好 因为刚才那个设定的关系 先预设好 反正你们考试不会这样子 它是个干净的环境 就把它填上去这样就好了 好自己打上去 自己打 大小写有分哦 有空格一定要照空格哦 大小写有分 空格一定要照空格 好 所以就打字题而已 好 再来这一题是 使用非破坏性的方法 把背景的色彩改成深刻色调 然后非破坏性哦 所以用调整涂层 保留前景的颜色就好 这样就好了 好 所以我们第19题 第19题 OK好 进来之后 我这边有涂层 有没有 所以你就点 涂层的部分 然后要保留的是 上面那个涂层 所以上面那个不要动到 那你就是点这里 然后它要非破坏性嘛 所以是色相保和度 进来之后的预设及深刻色 OK好 然后呢 呃你完成之后啊 因为它现在的涂层是在这里 所以它只有后面会动到 上面不会 所以意思是说 你在使用这一个功能的时候 它不要你这样拉上去 你这样拉是全重的 知道我的意思吗 它只要你拉在下方这个位置就好 所以你现在调整出的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下 它的位置 好 所以第19题 来20 好 20题的部分的话 最后一个 一样非破坏性的编辑方法 然后在影像上进行放射状模糊的处理 好 那这一题的话是滤镜 如果是滤镜 你就要检查 它是不是智慧型物件 如果它不是 你是要转成智慧型物件 所以转的时候是不是右键 好 或者是点这个选单 然后转 看一下 没有 转换成智慧型物件 好 转过来后 你才能够到上面找滤镜的 这边模糊效果的放射状模糊 预设就好 直接确定 有没有问题 那这边就变成智慧型滤镜的方式 OK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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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旋